因为这个麦瑞公司和我们是长期是一个合作伙伴的一个关系 因为我们也从最早的DC6啊 从那个彩操啊 从那个这个一直发展走到现在 可以看到了麦瑞公司产品 彩操产品的一个进步 一个飞跃 以前呢 我们用买的什么DC6啊 包括一些DC7啊 他们都是用来替代黑白操的 那现在呢 从DC8开始呢 已经是我们真正把它当彩操来用 而且在我们科室呢 相信就是深圳市在全国呢 可能都是很越来越多用户 已经认可了这个机器了 那现在的Residence7呢 这个机器呢 可以说比在DC8的基础上呢 又有更好的一个飞跃 就是图像质量呢 比以前要更好 而且呢 基本上可以达到 达到了国外的国外品牌的 顶级彩操的一个水平了 就是说它的二维的图像质量 已经完全可以胜能于临床的工作当中 彩色呢 跟以前相比呢 也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就是说在我们日常工作当中呢 已经用这个机器是完全可以胜能于临床的工作当中的 而且它的二维三维 四维图像也都比较漂亮 包括我们的刚刚那个现场演示啊 包括那个我们在做一些病人过程中啊 其实都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些人选工作各个签面啊 各个图像各个就可以获取得到 就是说而且图像的超 那个 仪器的操作呢 也是一个工作流呢 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不会给我们添加额外的一个负担 用起来是比较习惯的 感谢观看